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造成的话 那么在接下来几年 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很好的修复跟补救 最后损失的始终是滑舍 真的我希望外比好好的把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心声 告诉一下尊贵的财政部长 谢谢 我们也谢谢国伟 确实说出了我的心声 持平而论我是拉曼的毕业生 但是我在拉曼的那一段时间里面 没有任何人叫我加入麻花 我也不是麻花党员 那整个在拉曼的求学的那段时间里面 政治是没有介入我的学业的 我必须持平而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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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